今天來為大家介紹一套簡單又溫馨又可愛 然後又會教一點那種人生大道理那一套書 它也不是說一套書 這家...這一套愛智慧本館呢 他們...我其實也不知道出了幾本 可是我家裡有44本 然後有一個是重複的就是這一本 我拿這一本出來是因為我發現youtube上面 就是有一段影片可以給你看它的那個VCD裡面拍的是怎麼樣 這一套我很喜歡 因為它的CD...它的CD念的時候是跟字在一起 就是它不會說...多說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小孩子就可以跟著CD這樣子一起唸 然後它的字也蠻大的 又簡單 所以我覺得3歲到5歲小孩子 嗯...很好 我的3歲的很喜歡看這一套 然後裡面是4...我現在有的是44本 有一些是金裝的 有些是平裝的 我...自己是不喜歡金裝的 因為...呃...記的時候很貴 可是沒辦法 能找到就這一些 對... 這一本叫我不喜歡 有一隻貓 你看... 你看... 我不喜歡聽故事 我不喜歡演戲 後來呢... 第二天... 他又遇到了其他的朋友 他還是... 嘴巴很硬 很勇敢哦 他就承認 他說...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什麼 我不喜歡一個人 我不希望可以和... 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在一起遊戲 學習一起上學 所以後來... 所以後來... 後來大家都很開心的在一起 就是... 有教小朋友說 誒...要去上課哦 好... 小米的便便商店 當然有大便的東西 小孩子都很喜歡啦 這一本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噁心 不過很可愛 小米啊 他是吃大便的糞蟲 然後呢... 他說我要開一個... 我要開一個便便商店 然後... 他說我要去找不同的便便 他說... 這個是... 呃... 第一次的便便 小兔子吃了就大這樣子 然後... 這邊三... 這三羊說... 哦...我喜歡一邊吃草... 一邊吃草... 一邊大大 然後... 獅子... 放屁... 像颱風一樣 大象的大便 很可怕 然後呢... 刺蝟... 很害羞... 大不出來 然後... 他後來就拉... 小提琴給他聽 他說我這樣就可以拉出來了 咦... 猩猩... 猩猩... 啊...這個很噁心 猩猩... 生病... 拉肚子 這個也是一種便便 還有這種河馬的便便 不同... 的便便 這邊還有在等那個... 蘇... 因為它很慢嘛 然後最後 終於撲 哇 成功了 他說這麼多的便便應該很臭吧 可是你看 它的墊把它弄得這麼漂亮 不同的便便 全部都擺在可愛的杯子裡面 給大家來買來吃 就這樣 這是一本書 其他的給你們翻一翻好了 這是一百個 一個便一百個 有一點小小教數學的感覺 也不是說真的教數學 就是給你看說 欸 東西分哪分 分哪分 分哪分 兩隻狐狸 分了飯糰 一個分兩個 然後這個狐狸自己睡著了 飯糰在地底下 後來被 被別人偷走 被岩鼠偷走 岩鼠在家裡 哇 又分了好幾個 後來這一隻 又拿走 變成一堆的螞蟻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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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一百份 這一隻睡著的狐狐狸 就哭啦 當然啦 因為他的飯糰本來被偷走 每一本 喔 我不想發現 每一本後面他 每一頁圖案都會 跟家長說一下 欸 意義在哪裡 我是沒有看後面啦 小青的秘密 這本我沒有唸過 我們還沒有拿出來 大概翻給你們看看 每一本的那個圖畫 都是不同的圖折 所以 給你的感覺都是不一樣的 這些是金裝的 還有 他們有簡體版的 我有 我有兩本 謝謝小朋友的乾媽 提供兩本 簡體字的 沒有拼音 還有 我最喜歡的就是拼裝的 小書包 我找到四盒小書包之類的 裡面各有五本 多好啊 那麼輕 那麼薄 對不對 然後 帶出去也不會覺得重 裡面的紙一樣是厚厚的 材料滿好的 也是亮亮的 我就是覺得 為什麼台灣什麼東西都要搞得這麼好 你看 金裝的這麼重 又難記 這種多好啊 反正小書包 我到時候也會 破在那個網頁上面給你們看 那 就這樣子囉 其他的書 在這裡 這些加上小書包 加起來有44本 有一本重複的就是 我不喜歡 這本有重複 OK 拜拜 拜拜